淘宝开店就上店长之家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店长之家出品的淘宝开店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店铺运营课程的第十四课 书籍音像制品类资质的申请 如果大家是在淘宝上面开店卖书籍CD DVD等产品的 那么可以好好地学习一下今天的课程 如果不是卖这些产品的 那就不用学习今天的课程 这节课程是专门针对出版物内卖家的一个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课程的一个适用对象 今天的课程适合书籍杂志报纸内的卖家 以及音乐影视明星音像CD DVD内的卖家 如果大家要在淘宝上面卖以上的几种商品的话 我们需要先在淘宝上面申请这个销售资格的一个申请 只有当我们申请通过之后才能够销售这些产品 那么申请者资质的话需要以下的一些资料 这些证件的话是在工商当地的一个工商局办理的 如果大家要卖这类型的产品 但是没有这个证的话 可以先去工商局办理这个证件 如果大家是要卖书籍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的证件有出版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以及我们的个体工商户营业职账 如果我们是作为企业的身份在淘宝上面开店的话 我们需要上传企业营业职账 影像制品类的话 我们就需要上传音像制品 经营许可证 以及我们个体工商户营业职账 同样的企业卖家的话 需要上传企业的营业职账 如果大家是在淘宝上面卖的是电子版的 比如说我们在卖电子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过网络传输的一些视频教程之类的 那么则不需要申请申请这个内幕 发布产品的话 就发布到教育培训内幕下面 接下来的话 我就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如何申请 在哪里申请这个特种经营许可证 首先我们进入到淘宝网卖家中心里面 在卖家中心左侧我们找到店铺管理 点击后面这个向下的箭头 然后找到这里的特种经营许可证 点击进入 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了特种经营许可的一个申请的页面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 影像制品特种经营的许可申请 以及我们图书特种经营的一个申请 这两个的话申请流程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是卖影像制品的 那么我们就点这里进行申请 如果我们是卖图书的 那则点这里进行申请 这下面有一个准入须知 关于卖这些产品需要哪些条件的话 大家可以进来之后仔细的阅读一下 当我们准备好资料之后 我们点击这里的查看详情 点击之后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了报名的一个界面 这下面有具体的一些关于证件的要求 如果大家还不清楚的 进来之后可以先仔细的看一下 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点击立即报名 点击之后的话就进入到了报名的一个流程里面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签署这个协议 就是卖这些产品需要遵守的一些协议 大家第一次进来之后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阅读完成之后点击这里 我同意并签署以上协议 勾选上之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填写基本的信息呢 同样首先是卖家的类型 如果我们是企业身份开店的 也就是开的企业店铺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里选择企业 如果是个人的话 我们就选择个人 然后是实体店的一些具体的经营信息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第二个就是我们营业执照上面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话在营业执照上面都是有的 另外就是我们音像制品许可证上面的一些信息 填写好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营业执照照片和音像制品许可证照片 在这里上传了 上传好之后我们点击完成报名就可以 上传成功之后的话 一般会在五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 审核通过之后 大家就可以发布我们相关的一些产品了 这是音像制品的一个申请 同样的如果是我们是卖图书的 那么我们也同样的一个申请的流程 这里的话我就不做演示了 很多朋友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在卖这些产品之前 需要先申请这个资质 这里的话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卖卖图书 那么我们店铺开好之后肯定就是发布宝贝 点击发布宝贝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书籍 随便找一个书籍的内幕进行发布 这里选择好内幕之后的话 点击 我也阅读一下规则 现在发布宝贝 点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自动的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申请的页面 就表示我们必须要先通过申请 才能够发布相应的产品 这是图书的一个发布宝贝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音像制品 比如说我们要发布 一张CD 那么我们匹配的内幕 直接选择第一个 音乐CD DVD 选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进入到这里的话 它会提示 音像卖家特种许可证上传的入口 就表示我们必须要先上传这个证件 才能够发布全新的产品 如果我们不上传证件的话 这里有一个宝贝的类型 我们只能选择二手的 不能发布全新的 这就是图书和音像制品的一个申请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一下 如果我们是卖的电子书 以及我们网络传输的一些视频 这些资料的话 我们可以不用按照上面的流程进行申请 在发布宝贝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卖的是视频教程 各类的视频资料都有 教什么健身的之类的 我们直接在这里输入视频 输入视频还没有 比如说我们输入健身视频 健身视频 我们在这里输入之后的话 这里有一个教育培训培训内幕 然后有一个生活兴趣培训下面的一个运动 我们就可以把产品发布在教育培训这个内幕下面 然后我也发布 发布的话 因为我们是属于虚拟的一个商品 都会有这样一个提示 就是申请进入虚拟市场的话 需要先检测一个条件 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缴纳1000块钱的保证金 大家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 点击开始审核 符合条件之后 我们点击返回平台 这样的话 我们再在这里发布健身视频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发布了 这就是我们电子类产品的一个发布的流程 再选择内幕这里的话 如果大家直接输入 直接输入视频的名称没有匹配内幕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在这里输入教育培训 输入之后的话 它就出来了教育培训的一些其他的内幕 比如说我们是学历教育培训 还有职业技能培训这些 我们就根据自己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 一般的话 我们发布视频 都是发布的职业技能培训 然后电子商务职业管理这个内幕下面的 这就是电子类产品的一些发布流程 具体的如何发布宝贝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 可以返回去看我们第三部分的教程 是专门教大家如何上传宝贝的 关于今天的课程的话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疑问 可以登陆我们店长之家学习更多的课程 或者是加屏幕上面我的coco进行咨询 同时也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屏幕的右下角有微信二维码 扫一扫就可以关注了 我有新的课程之后 会在微信上面进行通知 本他教程版权归属店长之家所有 刀版刀卖必究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